地震经过那个好多的地震通通是完全没有事的 因为它的建筑也是一个绿建筑 有它的通风设备它的采光机构都用得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吃饭的这个地方是糖厂 糖厂他们的医药事务所 以前糖厂湖围会发展是因为这个糖厂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们整个我们湖围的街道图是成格子状的 也算蛮整齐的只是有路有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他们糖厂当初因为它是我们这边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糖厂 它的产糖量非常的多 所以它本身他们员工多 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医院邮局有自己的电影院 是后来因为没落之后这些东西都被其他的 我们前面停车场停我们走过来好了 我们现在吃饭的这个地方是当初的医院下去诊修的 所以你可以进去看它的前面 不管里面后面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跟它看一下 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这边先下车 麻烦你 因为今天假日车真的很蛮多的 麻烦你这 等待你车会来 来